哈囉,大家好,我是Walker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超級簡單 超好用的 手機,用手機就可以安裝Poco Double Plus喔 但這個是R75版的 因為還沒強跟R75版還可以用 那其實我一直在等R76的 那個網路安裝版,手機安裝版 可是他一直不更新 那沒關係,我就先跟大家說囉 就是如果你之後有看到更新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那還是希望大家用電腦安裝啦 還是用CDR Impact比較好 那不多說啦,我們就來吧,開始吧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個網站 iOSEM.US iOSEM.US 我們進去這個網站喔 進去這個網站呢,他在跟你說 你選一個圖來安裝 啊,我覺得白的比較爽,我就選白的 那他就叫你安裝描述檔,我們就按安裝 這裡的安裝 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 主畫面 點這個喔,剛才裝的 好,要跟大家說 你要先移除 原廠的Pokemon GO 的程式 你才能安裝這個喔 喔 才能安裝Poco Double Plus 好,我們進來這裡 好,那 你看這就是那個Poco Double Plus啦 那在這裡呢 嗯,就是R75版的 沒有錯 就到今天還沒更新 好,按Get 等5秒鐘啊 他就說 要在iTunes打開嗎 我按打開 要安裝嗎 安裝 R75版的 我 其實我去推特跟他講 已經到R76了 可是他沒有更新 我也沒辦法 然後就回到主頁 我們就開始再裝囉 這就不用你在那邊繳什麼歐元啊 就 什麼 APPDB喔 對啊 就那個 省掉一筆年費啦 但是 更新就沒那麼快 大家就斟酌 我覺得是 應急用的 什麼叫應急用的 你可能 七天又要重安裝 七天重安裝的時候 你沒電腦怎麼辦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可以試試看 就是移除 然後再重裝 那回到家裡 應該說 你應急 就是可能要打個超夢什麼的 或是臨時要抓個什麼 靠腰 結果已經七天了 那你就 用這個方式裝 裝完之後呢 回家移除 再重新用電腦 所以我說這個可以是應急用的 那當然你要繼續用下去也是沒有問題啦 就看你怎麼用就對了 大家斟酌 好不好 來 我們先裝好了 我們打開 喔對這個裝好了 要去那個 呃... 憑證嘛 好啊就點它 然後信任它 信任 這跟那個一樣啊 你用那個 CDR-Impactor一樣 好 啊 空檢 這樣就完成安裝了喔 超方便的 呵呵 也不用接什麼傳輸線 什麼都不用 啊好 通知 喔好 欸 裝好囉 都一樣啦 就你的登錄啊 什麼的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囉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有用的話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